9月21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来举行会谈 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 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王毅表示 联合公报在明 所罗门群岛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对所罗门群岛政府上述立场表示赞赏 双方决定 自公报签署之日起 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我们共同打开了两国建交的大门 共同开启了携手方的政策 最终必须载入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关系的世界 王毅指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联合国大会做出的决议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时至今日 世界上已经有179个国家 同中国建交 基里巴斯政府也于昨天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断绝与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 决定与中国复交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必须统一 也终将统一 无论事实上还是法理上 台湾地区过去 现在和将来 都是中国人不可分割的部分 这一地位 不会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现在尚未有中国建交的国家 已经寥寥无几 我们相信 这些国家当中 一定会有 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战船 发出 顺应时代大势的 政治之力 马内来表示 所罗门群岛政府 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 做出断绝与台湾所谓外交关系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政治决定 这一决定符合国际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